不如你們說一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看我如何幫到你們 駱Sir 那…事情要由上個月開始過來了 怎麼了?不看了? Honey? 我們已經拍了幾個月了 你愛我嗎? 為什麼問別人這樣的問題? 不知道怎麼開口 那就是不愛 不是啊 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說 什麼事? 我一個月已經沒有你AIM了 可能...有錯了 這件事真的... 我... 我其實本身有性病 不是啊 你是不是查清楚真的有了? 我有用鹽吟棒查過 那你們現在有什麼打算? 當然是下了它 下了它也是一個選擇 但是我想你們決定這個之前 要想清楚什麼口果 因為其實墮胎對身體也有影響 也可能有後遺症 所以建議你們還是去回 母親的抉擇或者加計會去看 其實找一些專業人士的意見 不止啊 它還有性病的 性病?是否真的有? 好 OK 那如果其實你們真的有性病 其實就不應該跟別人發生性行為 其實帶著男生也有自己的責任 其實這個過程應該用回病毒 其實病毒除了可以被人之外 其實都可以防止性病傳染 那我當時沒有想那麼多 柯Sir 我應該怎麼做 如果你真的很擔心 我建議你真的可能找醫生 檢查清楚究竟有沒有事 柯Sir 其實呢 我沒有性病 更加沒有帶肚 你這次又是真還是假? 這句 這樣很好玩嗎? 不是啊 我真的怕有寶寶 所以才找阿琪陪我去檢驗 不過 阿琪 你有沒有發生? 沒有啊 不好意思啊 我沒事啊 謝謝你 不過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真的有了 或者真的有性病的話 他會不會負責 我沒有想過這件事 那不如 之後我就試試看你 誰知道你真的沒有想過負責任 這些人不可以亂玩的 你們一人笑一句 其實你們兩個都有問題 在這件事裡面 那你想一下 其實當初你們是 情投意合才發生關係 還是其他原因 你們苦心自問 有時看完一些色情資訊 心 就很想去試 看看那個感覺是怎樣 其實我不想這麼快就發生關係 不過 不和他發生關係 又好像代表 我不喜歡他這樣 那 我就只好答應了 其實聽你們這樣說 你們都沒有很成熟 去處理到你們良性的關係 男生其實就是為了好奇 而向女生提出這個要求 但就沒有尊重女生的想法 或者他們的意願 亦都沒有想過在求學時期 發生這些關係會帶來什麼後果 而女生你的就利用性 去處於男生而發生關係 既然不想做 就應該直接拒絕 廣告都有教 要懂得保護自己 所以我覺得這個階段 你們沒有很適合發生這個關係 還有如果對這方面有慾望 不如做些運動 分散一下注意力 還有現在快到了DSE 不如專心讀書吧 那你們慢慢再聊一下 如果有什麼在意就找我